皇冠集团创办人平兴涛2016年倒下入院 经皇冠出版社发声明称 他上月23日已过世 想其91岁 多家妻子琼瑶隔年发表给儿子媳妇一封信 揭露他早已认不得人的秘密 在两岸掀起极大波澜 因为一根鼻未管 琼瑶和平家三名妓子女 平盈 平航 平云 意见相左 愤怒交出照顾权 而平兴涛则继续躺在医院 平盈说爸爸长期卧床 难免会有一些状况 之前有碰过肺部感染 这次是因为插尿管感染 除了血压变低 还有点拉肚子 我们的确有点紧张 医生就建议进家护病房 毕竟护士比看护照顾得更仔细 这是平心涛两年多来 第一次进家护病房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